今天韓國的奶奶會教我煮泡芝芝 泡芝芝芝就是韓國的辣泡菜湯 其實對於一般韓國的主婦來說 簡直就等於煮麵那麼容易 但對於我這個香港來的媳婦 我真的不懂得煮 所以今天我先學一下 阿奶奶正在準備煮這個湯的材料 看看有什麼 有豬肉 然後排得很漂亮 然後有些大蔥 宙婦 辣椒 燒粉 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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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 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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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豬肉不是醃了很久 這個鍋子有點黏底 然後就把泥土倒進去 當那些豬肉差不多八九成熟 就可以把泥土倒進去 泥土當然要之前切好 泥土也是我們今天的午餐 好了 煲到差不多下水了 一大湯碗的這個份量 去到剛剛滿 蓋上蓋子 煲到它滾 再滾30分鐘 滾起了之後就下剩餘的材料 我都覺得這個算是容易的 現在差不多滾了 這個爐子也挺厲害 過了30分鐘 滾了30分鐘 滾起了30分鐘 然後就加上剛才說過的材料 再加上剛才的蒜蓉 加多一點 再加少許鹽 不用加太多 因為那些泡菜本身都有點鹹味 然後這個就下不下都可以 看看你吃不吃到辣 這些辣椒粉 我再煲多它一會兒 韓國的主婦都一定會自己做泡菜 剛才做泡菜的泡菜 都是我們家製的 其實香港在超級市場都會買到 但是我覺得味道會差一點 自己做的會酸一點辣一點 會較為入味一點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大功告成 在香港大家都可以試下做這個 下條片見 Bye Bye 不用給我一個問的 給我一個Like 可以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